大家好,我是胖子 从吴婶的搬家视频下架之后 这场大戏的剧情又一次断更了 那今儿个咱们再来聊聊这帮钢丝主播 从打正好的那场直播之后 就有人说钢丝阵营内讧了 钢丝主播分裂了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钢丝朋友们被蒙在鼓里 不明真相 其实整个事件是有人在背后暗中策划的 这个人就是取一赛道最大的钢黑 当初正好的那场直播过后 钢丝主播们穷情激愤 纷纷表示不满 这个我可以理解 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明白的 而有人在背地里给德云社的管理层通报消息 这个我也可以理解 这个事之后老郑在直播中曾经提到过 说有人给德云社的管理层告他的状 告状也好 传递消息也罢 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德云社给你回复了吗 没有 如果有回复的话 我相信这个通话记录聊天内容早就公知于众了 在没有得到德云社明确回复的情况下 怂恿一众钢丝主播开直播骂正好 你到底居心何在呀 成天的张口郭德纲闭口德云社 难道郭德纲不是德云社的班主吗 难道德云社不是郭德纲的买卖吗 致使负面渔情发酵 钢丝阵营分裂 就是此人在暗中策划的 海河呼吸发生在周日 老郑的直播是周三 钢丝朋友们 您各位可以自己回忆一下 为什么记录主播一词出来之后 周四周五这两天时间 没有一个钢丝主播出来骂正好 就是因为所有的主播都在等待 德云社的回复消息 可到了周六呢 所有的主播都在开专场骂正好 那又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人在背后怂恿 这段时间不少人私信我 说我为了流量被刺曾经的战友 为了流量我承认 我是做自媒体的 为了流量天经地义 但是被刺曾经的战友 这一点我不认可 一个多次出入德云社后台 和郭德纲见面合影的人 却在背地里怂恿钢丝主播 出来攻击德云社的演员正好 致使负面渔情发酵 分裂钢丝阵营 这不是我的战友 这是最大的钢黑 甚至比我之前见过的所有钢黑 都要恶毒百倍 这两天其他的主播都已经老实了 可这个人还在上蹿下跳 甚至连德云社舞台上的杂卦 都要恶意剪辑 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 我当初做自媒体的起点 并不在这个赛道 之所以进入取一赛道 就是因为看不惯那些黑粉 对于郭德纲和德云社的攻击抹黑 现如今在这个赛道 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钢黑 像这种人 他就是立马死在我的眼前 我都不会眨一下眼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还有更多的细节分析 我在直播间等着您再见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